一名大姐手中拿着200元现金,追着一行僧众想要布施给他们,但眼前的僧人无一人愿意接过大姐手中的钱,甚至见到大姐靠近连忙远远避开。 眼前的这些僧人是辽宁海城大碑寺外出行脚的僧团。 每年8月15过后,僧众便集体外出起石,沿途徒步经过村落露宿野外,纪录片讲述了由妙想法师带队的僧众一路脱波起石进行修行的经历。 历史五年拍摄制作,全面记录了当代佗陀僧真实的修行生活。 大碑寺全体僧众不续金钱,不接受金钱供养,寺庙内不设功德香,僧众对金钱没有任何欲念和追求。 因此大碑寺僧人被人称为当代最后的苦行僧,僧众其实有着严苛的讲究,一日只吃一顿,午后不得再进食。 请起时间在九点以后进行,太早容易起贪念,太晚则可能错过中午过斋时间。 午前可以接受居士供养的食物,超过中午则不再接受食物,只可接受清水。 启时时比丘身着主意在前,沙弥搭配曼衣在后,如果院门开着,僧人则需缓缓进入院内,距离主人家一定距离告之来意。 主人家布施后,送上一句吉祥如意,如果大门紧闭,敲门事先三下,后五下再七下,或是摇动手中的膝杖,念诵佛号告知主人,无人应答则需及时离取。 启时不对具体食物做要求,眼前好心的女主人用塑料袋装来了一包米饭,平均分给了三位僧人,随后还想给些钱,但却被僧人拒绝。 启时的男主人第一次遇到启时的僧人,虽然并不理解,但他还是将中午要吃的米饭全部布施给了僧人。 89岁的老奶奶见到有僧人来启时,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想要走下台阶,听说大老远从辽宁来到山西,连忙从屋内拿来几个馒头放入僧人锅内,布施后老人非常激动,遇到僧人前来启时是缘分,他相信这是一份难求的福报,启时的数量和顺序也有要求,不能挑挑减减减,每人可起三拨食物, 总共不超过七户人家,若七家都没起到食物,就只能喝水,没人在家的不算,锁上门的不算,无人应答的也不算,启时的过程并非是对食物的追求,多次碰壁的求而不得,也是对心境的一种修炼,第一家起到的食物是一个韭菜线的花卷,但韭菜属于五婚之一,出家人不能食用,主人又换来一个馒头,这才算第一家,如果有人应答,但拒绝不失,也算是一家, 对启时的人家不论贫穷富贵,不看整洁脏乱,必须按照顺序次第启时,殷勤不失的人家,主起僧人会引导平均分配,帮助不失者多种福田,食物需由不失者来分配, 僧人不可用手触控食物,若不失者不愿分配,也不可强求,启时的路上也会有好心人主动上前不失,则需要将食物放在地上然后再接过食物, 僧人从马路上走过,万物好似也有了灵性,就连驴子也上前观瞻,一户人家的驴甚至主动上前来蹭手, 馅饼类的食物一定要问清楚馅料,鸡蛋牛奶类不可食用,需当面退还给不失者, 制作的月饼和面用到了鸡蛋,老奶奶又连忙换上其他食物,大众行嚼起来的食物, 众僧会聚到一起再平均分配,如果沾有荤泪气味,需洗净后再食用,如果有居士送食, 因先吃起来的食物,不能因为食物品向而挑食,在僧人们准备露营时, 一条大黑狗前来向他们求助,在大黑的带领下,找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, 比丘也会为小狗施舍食物,僧人们晚间的休息时间只有四个小时, 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,第二天,一位大爷送来了几块买来的饼, 但不知里面是否有鸡蛋,僧人们不敢接过食物,大爷连忙又从院子里摘来几个柿子, 在僧人表明启示来以后,一位老人观望了许久,确认并非有恶意之后, 也热情地取来几个柿,如果食物掉在地上,也要捡起来不得丢弃, 若遇到家中贫苦者,僧人可稍加引导,帮助布施者种福田, 但老人有病在身,家中并无食物,僧人们便只能离去, 有施主首次供养金钱被僧人拒绝,后又购买食物返回再次供养, 一位老人陆遇僧仲,邀请他们上家中应供,老人虔诚地捧来一些饼, 原来家中子女已经布施过一次,福原身后又得以布施一次, 临近五台山,有着许多居士前来供养,启示也越来越顺利, 一位大娘端出了自己的大走,临走前还招呼僧仲有时间再来, 2008年醒脚最后一天,僧仲来到了杨泉县井儿沟湘, 第一次遇到有僧人启示,老人大方地拿出了自家的馒头,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福报,僧人们在小树林休息过斋, 第二天,由于行程的安排误差,他们又来到了去年启示过的人家, 虽然对连换了,但还是那户人家那个布施者, 今年老人家送上了一大块黄米糕,随缘的分组还能再次遇到实属难得, 有的人家送上生米或面粉,也不能接受, 避免起贪念将米面卖掉,出家人不能自己生活煮饭, 行脚时只能靠启示生活,若是可以生食的瓜果蔬菜则可以接受, 例如茄子黄瓜等,热心的人家树上挂满了大枣, 即使落得满地都是,僧人也不可自行失去, 于是主人家捡来满满一袋, 头发花白的老人嫌自己手脏不愿用手给僧人分明, 但僧人毫不忌讳,老人小心翼翼将烙饼装进僧人玻璃, 听到僧人送上吉祥如意的祝福,老人感觉心里非常满足, 如若不失者是女众,需保持距离,不可有任何肢体碰触, 甚至一脚都不能碰到对方,狭窄胡同中若遇到女性, 也要退回让对方先过, 不失时只能观看女众手中食物,不得看脸祸首, 2009年9月初三,僧众来到燕门关下张广武村, 古朴的村落历史悠久,村民们看到启示的僧人内心欢喜, 甚至有村民掏遍了口袋,想要供奉金钱, 听说不要金钱,主人立刻进门去取馒头, 不失者也获得了金钱难以衡量的满足, 主着拐杖行动不便的村民,也带着僧人上家里应供, 他不知道什么功德,只知道这是在做好事, 推开门呼唤着老伴抓紧取来些馒头, 可能在他们眼里,不要钱只要食物的僧人还是第一次捡, 满满一碗的碎馒头片,这或许是老人一天的口粮, 辽宁大卑似的僧众,始终秉持着出家人不捉金钱, 不续金钱的规则,从1995年开始, 行脚19年沿途起时,用脚丈量着这片土地, 这才是最纯粹的出家人。